早晨,志明年,可否和大家說一下 其實在這個情況,剛才我提到 航班臨時決定終止起庭或撒停這個做法 是否常見或是否恰當呢? 這個我們叫做rejet the take-off 即是在跑道劃行的時候 在加速的過程裡面因為有需要而需要 而作一個緊急撒停這個不是常見的,但有發生 主要是考慮到什麼呢? 剛才提到一個原因的就是說 正機長和副機長的速度檢測系統 看到兩套系統不一致 你自己一句了解是否不一致就需要撒停 或者所謂不一致的意思是怎樣呢? 真正的原因都要有待這個事故調查才知道是什麼事 但如果據你所說的速度不一致 有機會就是說在機長那邊顯示的空速飛機的速度 還有在這個右手邊這個副機長顯示的速度是有不同的 其實很大機會就是說是飛機自己的電腦偵察到是有這個不尋常的情況 而在電腦那裡顯示出來有一個訊息 我意思是不一致反映什麼 或者可能會再嚴重一點會出現什麼問題呢? 如果起飛了的時候 沒有,因為飛機的速度對於飛機的駕駛和導航 是一個非常之重要的數據來的 如果是發覺是有飛機系統裡面 是已經在電腦上顯示到有一個這樣的毛病 因應那個情況那個嚴重的程度 因為飛機的電腦裡面都會有根據不同的等級 它有紅色、黃色、藍色、白色這樣的訊號出來的 那機長當時就是因應那個飛機的狀況 而作出一個是不是繼續起飛的決定 當然這個是否繼續起飛呢? 第一天看這個情況是否需要作出這個緊急撒停 另一個就是看回當時飛機的速度 如果那個速度是超過了我們所謂的V-1 那個take-off decision speed的話 飛機一定要繼續起飛的 但如果是飛機的速度是未達到V-1 就可以是撒停的 所謂V-1是怎樣的? 還有按照你起飛的時候 跑道滑行其實都在加速 那個速度都不細 而決定去撒停其實都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應該是怎樣含量的? 所以就是說在未起飛之前 機師已經做了一個飛人計劃 而在裡面 機師和正機師 在未起飛之前都會做一個大家 所謂做個 briefing 所以大家確定了當時那些重要的數據和參數 而這個V-1是其中一個他們要決定的數據 所以如果當尾到V-1的時候 發覺是需要撒停的話 他就可以撒停 如果已經超過了這個速度 就一定要去飛 即每班機每一次的航班 這個V-1 去到一個什麼速度 要撒停是不同的嗎? 沒錯 但我想知道 事前是沒有辦法檢查到 剛才說 譬如說系統有一些不尋常 或者不一致的情況 事前不是有正常的檢查嗎? 為什麼會去到起飛 滑行那一刻才發現呢? 飛機在起飛之前的 即飛前的例行檢查 一般都是目測和一些 系統上面的很基本的操作 未必可以察覺到 但其實在飛機來說 它的維修電腦 其實是不斷監察飛機的狀況 所以在飛機前的例行檢查 是察覺不到 亦都不出奇的 因為當時系統都未曾運作